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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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宣布 喂喂,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6日 是的, 之前做了一集预告 就是去试一下他的黄标 那今集我有一样的标题各样东西 如果你上一集没有黄标 你这集没理由有黄标啦 那我先说了几样诡异的东西 凡是你要推论 一定要由一些叫做不合理的地方 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说完这些令人觉得 怀疑的存在之后 第二样东西 就会说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做 你想知道应该怎么做的 你先说一下 说回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这个在苹果的Live 都见到的了 听到的了 就是有把女声 不知道是不是女警 但是应该都是女警 因为那一刻 你可以接触到伤者 你那些畜龙是扔开所有人的 你不是女警怎么可以走进去 而且畜龙有些都是女警 那女警就说 醒啊不要睡啊 这样说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那个人是炸睡的 那你应该会说 喂不要假扮啊 应该是这样说的 你要跟时间怎么逐样说的 而就是6点40分这把女声出现了之后 有极大量的警察 完全不让记者影有什么事 守住整个站的 还有大家知道啦 东冲站 宝林站 懒到七彩的了 那些入闸机坏了 东冲站那边那些黄霓水涌出来 都没有封站啊 但是太子站呢 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不过呢 就封了超过24小时 另外你会发现近期呢 多了很多命案 是自杀案件 而这些自杀案件呢 如果你是易事 很多时候你会有诉求的嘛 还有经历过这么多之后 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的遗书 各样呢 人家看不到的嘛 被人封了的嘛 那结果很多时候你会吸引了个注意力 然后才自杀的嘛 那就会叫了些人来先的嘛 有消防员到场各样你才跳的嘛 但是就有几宗自杀 今天又有两宗了 好像在葵冲或青衣啊 有两个女子 这些都是无声无息的 反而真的那宗呢 我觉得就是粉岭那宗 粉岭它是说香港街友各样 然后就跳了下去了 应该是那种形式的嘛 而近日的命案有什么特别呢 有个16岁的跳楼 32岁的跳楼 都没有巨响的哦 你问回街坊没有巨响的哦 而西贡村屋那里呢 有个21岁的女子 被人用棍打死了啦 但是她全家里都被捕哦 而且是现场沉没所有空气哦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狠 打死了人各样 还留些空气在家里呢 还是好像那个大粒物啊 姐sir啊 好像不是姐sir啊 是许sir啊 不是姐sir 那个大粒物拿把剑出来啊 说在副袋那里搜到 喂大佬 你猜多拉A梦的百宝袋呢 还是还要搜到那些什么 玄月弯刀啊 血的子啊 大关刀啊 好了 另一点了 他说说 40岁的女子浮丝尖沙咀那里找到的时候呢 那个肺是没有吸水的 什么叫肺没有吸水啊 就是说她不是跳海 她不是浸死的 她是被人扔下去的 但是警方竟然说是没有可疑 好了 另外呢 在人权监察组织那里呢 还没扔了一条片 给外面 那和人权监察组织 最熟悉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呢 Lancy Pelosi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Ahead 而在她那个声明里 她用了一句 说这个港府禁词 撤回和那些extreme violence 就是过度的武力 造成了什么呢 Tragic laws of life 就是说呢 造成悲剧性的生命流势 喂 她无端端干什么说这些东西呢 你要知道议员有助理的 那当然你可以说 这些濫用的暴力令到那些人很悲伤 跟着又跳楼自杀各样 你可以指那些 但你觉得是不是呢 好了 另一点 港铁现在呢 都还没肯给CCTV出来的 之前元朗是有给的 不过 同情地了解一下 她不给CCTV出来 是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是那天 一定是执法不公的了 那她未必因为杀了人 然后不给的 那你要澄清的话 你就找个可能独立调查员 大法官那些 跟着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死人 市民就是想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 可以case by case这样做的 其他东西我不理 至少知道这件事 又行不行 好了 另一点当然就是 消防开头的时候 就说十个伤者 但是之后呢 就说点错 然后七个人送院 我们知道呢 医院的床位各样呢 很紧张的 那些消防很多时候呢 都要确定完再确定的 你不可以求Q期的 就说送院的 不会这么容易猜错 啊不是 是点错的 另一点当然是太子站 她用了大量的消毒剂 喂 葵方站啊 射了个催泪弹进去 都没有这股味 就是太子站 竟然用这么多消毒剂 什么事呢 跟着不约而同呢 有些 警数的group 里面有whatsapp图 就说有人当场打死 有些医护啊 whatsapp图 又坏死了人 还有最近呢 也有一些人 是失了钟的 好了 那这里呢 另一点惹人疑虑的 有三样东西 比较上要大家想想 第一 为什么你不即场 在太子站送院呢 要送去荔枝角那里 然后由救护车接走呢 你在太子站那里 直接出去 然后上救护车 不行吗 第二点了 在831事件之后呢 林郑月娥 在9月1号 就走了去这个 教堂那里 然后点蜡烛 在那里忏悔 你说她因什么而忏悔呢 好日都没有忏悔过 第三点了 你发现之前 那些蓝丝那些group 经常传一些fake news 那样那样出来 最近静了 对于太子站那件事呢 完全没有说过任何东西 你721的时候也有说这个 林卓廷如何挑衅别人 那样那样那样 太子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fake news出现 那当然啦 林郑月娥也是活该死的了 最后说的时候 还要说动以撤回 打算有一线生机 经常去走一些小洞小辣 这件事是很恐怖的 就是 万一帝市在不同的车站做任何事 就是不要说你自己 可能你的子女 就算你是蓝丝 帝市可能你的子女 走走走走街 在那个地铁站 或者穿着上 上茅上有点疑 似示威者的时候 他可能被失踪的 被失踪的可能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其实每一个朋友都应该 帮忙还原这件事的真相 那以下来我会讲讲 怎样去 可以逼近这件事的真相呢 那呢 接下来就是讲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那首先呢 我们就要成立一个平台出来的 其实这个平台呢 是被所有死了的那些人 的家属 朋友各样报料的 尤其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在学校通告那里 巨名巨姓的 沙田官立中学 保良局董玉剃中学 那两个死了的学生 周围的那些朋友 以及 就是他们那些朋友 最好快点 就算是 死去那个学生 那些父母 现在悲伤着各样 你们都应该探探他们的父母 还有问一下有些什么 看一下有些什么 意象的出现 那还有呢 现在呢 因为我们要 accountable那件事 就是我们要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 所以是 那些人的姓名 我们应该据名据姓的 这样才可以 找回那些人出来 因为不单止那些同学仔 那些人可能外面 认识的其他人呢 可以说回事情出来 又或者有人跟开他们的 Instagram Facebook 各样社交媒体 还有可以查一下他们的电脑 各样的东西 如果有家人 又查到的时候 那还有最重要就是 说回一个story 到底他们的子平是怎样的 即是很开朗啊 各样的那些 那没有理由突然间 那样就被自杀了 很不尋常 因为除了这单之外 其实呢 我们说的 除了这4单 今天又发现了7个 7个 堕楼啊 堕楼堕平台 还有葵冲 又是堕楼啦 他写堕楼啦 他用个堕字啦 所以是要尽快 成立一个平台去交换这些资讯 人死以耳啊 所以是不怕说 有些什么暴动性质各样的了 这件事 尤其和理非那些呢 做到事 有些当然会想啦 你想想啦 如果我和这个朋友仔 即是我假设他是去示威那些人士被自杀啦 那我和他朋友的时候 我会不会都被警察查呢 喂 但是如果你是超级和理非那些的 那你都帮一下手啊 这件事 即是将他平日那些做的事啊 怨恨啊 各样东西啊 那你可以说出来嘛 那大家知道 哦 原来他是没有一个 intention 没有个动机去自杀的 喂 那就很有嫌疑了 这件事 是可以令到整个puzzle出来的 这件事反而勇武的朋友未必做到 因为和理非那些朋友呢 他不怕这些东西的嘛 你只不过是说一件事出来嘛 你又没有去示威各样 但是你认识这个朋友仔嘛 那你就会说 哦 他平日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和他生日各样拍过照 那样 他平日呢 又没有病没有性的 那另外那些呢 就难找些 尤其是尖沙咀那里呢 死了那个女士 因为现在连身份都未知 但是柴湾那里呢 跌到工作平台的那个 男事主呢 即是如果他有些同僚啊 各样的 那你可以做到的事很多的哦 你可以说一下那天到底有没有 schedule 到底用不用开工 那部机有没有开过 那当然啦 其实啊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帮人呢 是在脸房做事那帮 法医官那些 就是到底死者啊 他死亡那个时间 有没有些什么特别呢 这点希望 那些做尸体处理的 做死亡症的 就多一些警觉性 去怀疑一下 考虑一下 哇 现在真的搞到好像 叱加十三口岸的啊 九笨芝麻官那里 那我希望个平台可以 尽快有人成立出来啦 有想有性 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啊 各样 还有联络他们的家人 我怕啊 他们的家人都可能有事啊 如果是真的被自杀的话 那所以这点也是保护他们的家人的 那还有西贡啊 那里被灭魔棍打死那个女士主啦 他整家人被人抓了 有没有人认识这家人呢 是啊 那今天说到这么多 这么多块钱 这么多块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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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